歡迎收看今晚的動漫無雙,我是主持雪凌 有馬二 贏者 這套我用了一晚時間就完成了 超級的 超級的就是神級,這樣都可以看得到 你說一晚時間,我覺得你完成了十三集 我覺得你算是可以的,你完成了二十六集 不是,其實我是用了十三集的時間 基本上我是用兩倍速來飛的 但是這樣說吧 其實我覺得用兩倍速來看,我接受到 竟然是這樣,為什麼 但是你說要我用一倍速去看的話 我應該會覺得很慢 我們今天講的是什麼呢 今天講的是這個羅茲威爾,加人形複供 再加,還有一個不記得加的什麼 未來水世界 KVN各戀關係就算了 你講的那套應該是恐怖片 人形複供加羅茲威爾還不是恐怖片 不是,是阿士 風之谷 那我們講的那套就是 是深番都介紹過的 來自《風平浪靜的名一》 其實它的結後語都是很正確的 從《晴朗的一天》出發 是很正確的 最後一集都給了我這個印象 不是,從《晴朗的一天》爆粗 不要這樣 整體上,其實感覺不壞 是的,我又覺得 我簡直覺得感覺上是很好的 因為《P.A.Works》之前接到這麼多一套 《花去墨魚》 《Tally Tally》 和這套 我覺得這套最好看 這套是最好看的 因為之前《夜人者》 我還未補之前 最初都有擔心過 會不會補不及呢 你應該說你需要花些時間去這套 然後《夜人者》是給我一個建議的 不要看前十三集 只是看後十三集 你留了一些東西 我建議你 如果你沒什麼時間的時候 你重點放在後半部 我不是叫你前十三集不要看 這樣有問題的 你不看前十三集 後面十三集 人際關係的複雜情 你追不到的 我覺得是兩個 我覺得沒什麼關係 我覺得是前半個人後半個人 人際關係其實是 它簡直是移動了 因為人形不公是在前面 後面那條已經變成食物鏈了 你這樣說 整套作品 其實兩季主要是分了兩部份 集中去講 沒錯 都真是很適合的 十三集即是一圓 一個故事 一個段落故事 算是整理得不錯 很可愛 它OP會換了三次 兩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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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半季和後半季 不是 它後半季開題是鹽水 後面變了一把傘 不是 後半季如果你有留意看 它OP 雜雜都會有少許不同 但我講開頭的位置 最主要就是前半季 其實之前都說過 其實這是一個多個年的關係 當然 用人形工應用它 這就算吧 三級蛇船 什麼人形工 太恐怖 TBN 各戀關係 就算了 應該立即 明白了 就是這個故事 略述之前講過的回帶 就是 其實講就是 在水底世界裡面的秘密 水世界 它沒有講過未來水世界 不是 其實理論上應該是說下面的出生 其實越來越低 背景也是講到 在海裡出生的人 都上了岸殞食 是 既然上岸殞食 那殞食的定義 就包括是 生理上和心理上的 你不要這樣說 看生理醫生 海底的美女 就被陸地色眼追殺了 所以下面沒有女人娶 所以生意都低了 明白嗎 不是正常的 我覺得這件事是單向的 海底的人可以在陸地生活 但是陸地的人不可以在海底生活 最重要就是 只不過變成一個單程路 你永遠都是 海底的人上來陸地生活 沒有問題 最重要的就是 因為 你嫁了到陸地之後 他們就 水底的規定 就不讓你回來 你不要理會他 是否回來也好 我覺得 人口上 始終都會是 海底的人 會越來越少 不是 那個問題 就是當你 跟你結婚的伴侶 是一個地上世界的人 他是不能夠在海底身上去 探親 你探親就變成送中 你要明白 這是一個很根本性的問題 不是 我就是潛水防海 不過問題比較膠 除非他研發到一種 可以後製到這個 皮膚 是給地上人用 那種才行 什麼納米防水塘塵 我不知道 你去到海底吃飯 先不要說 海神一直定下來的規矩 你一個人 你上了陸地生活 你沒有什麼必要 而且你又知道 你老婆或者你老公 下水的話 是死硬的 你去到這個問題 之前你叫親家 親家奶奶 親家老爺上來 對他們來說 就是 你經常要我又上又下 這是一個單向的疑問 你叫做 始終不能夠 兩者其實是不平衡的 不平衡的 不平衡的 無論在一個關係上 或者 其實你還要說到的 就是 本身在水世界生活的人 本身 他都要定期 給皮膚去飲水 浸在水 不然皮膚就會乾 其實我不知是否會死 鮑魚要脫落 鮑魚不是會脫落 鮑魚是要定期保存有鹽份的水飯 他說會脫落 會不會死 是沒有人知道的 因為至少到現在為止 都沒有一個人死過 這件事我們是 考察不到的 沒有他那麼黑 不知道 這個是 其實要殺一個海底人 其實是一件很簡單的事 將他禁錮幾天的話 我相信應該可以拉齊 可能不需要幾天 好像很有這種感覺 什麼掉了幾天之後 然後有死體那些 不是 你曬鹹魚而已 哈哈 是章魚 其實阿光他們四鬼主角 因為下面學校廢了校 應該是出生率不足 我猜是 那個原因 收生率不足 出生率 收生率 這個問題是建基於 上面的人 是不能去海底的學校讀書的 所以他們就要去陸地的學校 繼續學業 另外一個主角 房 阿光 對阿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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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之前的頭幾集也有說過 他們之間的其實是 他們是不平衡的 五個人 對嗎 除非有一件什麼種的 其實有一件這件的問題 都解決不了的問題 其實我一開始看這套 我正經說的 我不是帶著任何的恥笑 其實整件事是無法解決的 你要明白 你現在不是三個男 三個女 你是三個男 兩個女 就是肯定有一個 肯定是 沒有運閒的 但是最後他發展了一條人形 五公而已 你不要理 人人形 五公這個問題 總之作為一個 你作為一個 單數 的 配合 是有一個 一定會落單 不是未必的 可能有一個是齊人之福 你找一個未定型性別 可以男可以女的 那也不行 除非你說的 一個女的可以嫁兩個男 那有什麼問題 既然有一妻多 一妻多 一妻多 男一起走 一個女的落單 一個男就吃 一個男和一個女 另一個就吃 OK 但是你如果以正常來說 這套一套都算是正常的愛情故事片 那你一定是一個配一個 一個男配一個男 然後一個男配兩個女 你陪了兩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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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算式上是有問題的 一個什麼 剛才你再說一次 一個男配一個男 然後另外的組合 就是一個男配兩個女 OK 當然 那你也有個二字 你也不是一配一 我剛才說的是一配一的問題 這個不重要 其實整個第一季故事其實就是 阿光就喜歡愛花 是 而開頭就是其實 前半季 不要說後半季 後半季 愛花好似喜歡阿房 亦都好似 亦都對阿光有個好感 你聽我說完 不要紮亂歌病 對真人紮亂歌病 對真人紮亂歌病 然後千兆就喜歡阿光 但因為他和愛花是青梅竹馬 他就想應援阿光和愛花在一起 他想應援就是 然後另一位青梅竹馬就是阿耀 阿耀就喜歡阿千兆 這個很愛人 阿耀對千兆那種態度就是 總之他覺得無時無刻都在他身邊 他就覺得已經足夠了 他不是很care 阿千兆是不是真的喜歡他 可以跟他在一起 他那種純粹是覺得 阿千兆要幸福那種 不是自己給他 當然他覺得 如果自己給他幸福 阿千兆當然是最好的 最好的結局 然後剛才還說 阿光 因為他見到他好似愛花喜歡阿房 他就好似 跟千兆一樣 他想脫合愛花和阿房 這一對 阿房在其實第一季裏面 基本上他沒有表過太喜歡誰 沒有表達過他的感情 歸向是誰 對 甚至乎有一度以為她是gay 有以為她是gay嗎 不知道 另外加入了這個複雜的關係 就是一對小學生的女生 即是美海和阿沙油 美海就喜歡阿光 然後阿沙油就喜歡阿阿耀 那是預備骨 其實在小學那時候已經有好感了 不是的 其實我經常覺得小學的好感 是不是一個感情的 你不要理他 至少他在第二句告訴你 他自己沒有誤會這個感覺 即是他不是喜歡一個大哥哥 那種的感覺 所以Kodamonojitan 又有新年再出來了 羅里是肯受歡迎的 我再說一次人形複雞 不要啦 人形複雞這樣說就太亂了 簡單說的是 阿房後面有個愛花 愛花後面有個光 火光後面有個 刺殺機 刺殺機後面有個腰 腰的後面有個 沙油 沙油 整條都完全不公平 其實我覺得你說 本身第一季的故事 當然如果你說 純粹他 如果只是為了 %E 的愛情關係 我覺得是立到爆炸的 整個故事 不過他 其實我覺得他用的集數 不需要一季那麼多 現在用了13集 和後面說到少少海製的東西 但我覺得這裡 其實濃縮成 短一點 或者六集或七集已經很夠了 因為他有其他東西在說 或者這樣說 其實 如果純粹 逐集逐甲看 去到第23集 到第二部的5年之後的故事 其實 真的會有夜人者的感覺 說得太久 但是 你如果完整個第二季 其實他真的有理由 需要這樣去鋪排 因為其實你看到 你說整個故事裡面 第一部裡面發生得最多的 就是所謂的爭執 以及不清楚 就是說 對方的心意究竟是怎樣 還有嫁女事件 這個當然再說 其實最主要先說 主角群 因為這個會牽帶到第二季的 最主線的故事 你如果純粹說 我不知道你心意 你又不知道我心意 原來你又喜歡我 我又喜歡你 他又喜歡他 他又喜歡誰 這條多個方式的方程式 其實 我剛才都會說 會是好黏的 整個故事會好黏 如果鏡花在這裏 就要說這些就是青春 我都會說這些 是不是 鏡花放心 我會幫你說這句 你要知道 樹人說青春 是沒有一個合意 對 我沒有青春 沒有說服力 你要知道 好會有馬 所以現在有馬沒有出聲 故事裡面 其實你說 只是這一節相向 另一方面 就像剛才Iam所說的 就是阿光的姐姐 就是阿登里 其實他就喜歡了一個 地上人 地上人 還是已婚師傅 未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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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好像跟未亡人相識 對 總之他們的關係很好 他們的關係 就是NATR狀態 人生贏家 他當然想這樣想 但是這個世界的東西是殘落的 所以阿大叔說得很對 那些青年妹的大叔說 那些女人被你搶勢 想想 阿耀先生 第一個老婆 海底的 然後再娶多老婆 都是海底的 生了一件之後 再生多一件 那你想想 一個男人 原來都可以吃了兩個女人 幾恐怖 我是說 這個不是一個很正常的分 是吧 對 原來 你這樣假裝的話 其實就是 你假裝了一件會死的 你假裝了就是說 總之 一個地上的男人 娶了一件海底的女人 第一個 一定會死的 有誰不會死的 那看看誰先死的 你這樣計算的話 現在就是 如果你根據這個公式的話 那他可能是 地上那件死了 他回到海底 嫁個海底的都可以 可以 那就打破了一對一的定論 是不是 那這些問題就 不是這個討論 不是這個討論 不是這個討論的範圍 OK 這樣都可以 最主要你說 就是說 阿燈妮和 他未婚夫 對 他未婚夫 其實這個 最主要第一季 都是說 他們兩個 因為其實他們兩個 是叫做 最直接 因為真的說到 結婚了 而 說到結婚的事 其實阿燈妮本身 也是私製家族的成員 其實 在某程度上 他爸爸也不太想他嫁上去 沒有很尷尬 正常的 大哥 你現在村裡 你自己人 你都不選 你選一個外國人 但是 我這個 老實說一句 至少 至少 我在這一套 動畫裡面 我見到的男性角色 裡面 應該只有兩個 兩個年齡層 阿叔 靜態 什麼 有些年輕人的 都是靜態 不是很正大 之後找回 Hicari 他們說 搞那個 阿福尼奇 有兩個 那兩個 跟阿卡尼差不多 年紀 你不要 無視了那一千零兩個 那兩個 地上人 他現在說 海裡的 海裡的 只有兩個 你不就是 控大叔 或者控正台 沒有一個正常的 有為青年 那你覺得對 或者 登里也說 或者他選擇做一件事 禁短短 不是 找鄰神 海神有個 那這些 物種戀來的 這些 又不是跟狗 是跟鄰 鄰片 不知道哪裏都有 其實我覺得這套 在作畫上 你是不是真的可以 畫一件正常一點 應該不是正常一點 那不是羅茲威爾 年齡層 差不多的男性 是不是一件很難的事 就是告訴你 那條村 那個年齡層的分佈之下 那些女人找不到老公 就出去 去地面找 合理化這個事 是不是 不是有機會 青年那批 走了上陸地上 很多 他禁止這個 可能 這個看不到 這個當然是想這樣說 但是 那個故事 就是說 阿登里 他就忠 美海的爸爸 其實他想加入這個家庭裏面 因為 我覺得 美海的爸爸 第一位老婆未死前 作為了什麼呢 Fan底 Fan底 其實他都喜歡 我覺得那時候 他已經喜歡了他 不過 他不會選擇 做女生人 因為他 還未死的嘛 這樣也可以 死果然是必然的 當然 我不是說 我不是說 你害死他老婆 我沒有這麼說過 很難說的 美海的反應 當然 在故事裡 他都是很喜歡阿登里 他不想他做他後母 原因是因為他不想他死了一次 我未必過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的情況 就是說 他那個角色 燈里的角色 是有一個重複的 他是喜歡燈里的 只要他不是當他後母 那種感覺 是家姐 那種感覺 但是OK 即是你會覺得 你的朋友作為朋友 OK 但你朋友作為 你哥還是弟弟 變成你爸爸 就不是一回事 沒錯 其實會說到 大圍故事 就是要扮海制的原因 就是直接影響到股市最大的骨幹 就是落暖雪 天氣反常 對 其實地上人已經忘記了大海的原因 其實船制也不搞 當然船制也不搞 是地上人和海上人之間的隔膜 令到海制經常都扮不成 而阿光 他們這班 是中學生 他們就想促成 再扮一次海制 其實很簡單 就是搞好關係 是的 故事裡面 當然你說穿插的 就是剛才我們說 你喜歡我 我也喜歡你 但我又不清楚 你怎樣 你又不清楚 我又怎樣想 所以說 很曖昧性質的劇情 故事其實一直都是這個調子 其實最終就是 成功開了海制之後 然後 就發生了意外 我經常都覺得是海王發痺 應該是海神發痺 應該是海神發痺 海神發痺 真的不知道 因為其實 如果你以我們這個 再跳後少少說 海神死草 當然他說 他是精神長存 精神長存 精神還在那個位置 你如果這個案子來說 在兩季裏面 我得出的是一個結論 海神發痺 是的 他的角度就是 你海制 你只是想給我女兒 其實 扔到黑手 Buray都可以 扔到水下 你 綜合兩次的海制 他說的案子就是 最終他每次都捲 就是製品那條船 不是 他捲就捲了很多東西 看看哪一個龍捲 捲到東西 不是 拖網 你現在說 沒關係 至少在我們 視點的角度上 他每次都是捲製品那條船 不是的 你見到水龍捲是很多個 但是你沒有看到 會捲到 跌到水下 是只有製品那條船 不是 這樣說 海神看不到水面有什麼事 你先捲一下 然後分辨 這個龍捲捲到東西 看看是什麼來知道 捲完之後再分篩 篩這個就是製品 拖上來 不是製品 弄上去 如果是製品的時候 他馬上停掉水龍捲 所以你當然要被人不拆出來 因為他不是製品 他是藍的 就是這樣 明白嗎 你錯了 跟著夜人姐的說法 藍藍是可行的 這個海生人是正常一點 因為其實 你這個case 其實 第一場開頭 我看 第一場海仔 其實我看 其實是 阿倫神 他固然知道某些東西 這傢伙都知道 整個故事劇本的人 他知道 他又不說出來的 那種 對他來說 這次其實他也是說 基本上他是想推阿燈妮去死的 因為其實 你結婚了 沒有所謂的 因為有些先兆 就是他其實 燈妮那個case 跟海神 去後面看到那個 和海神之前那個回憶 是很相似的 那個狀況 如果你說他海底 本身有個男人都很喜歡 燈妮的話 我覺得 比較成立 但又沒有這個 其實只不過說 一個 不是海底 那陸上 不是 不是 因為海神的故事 是說海底 海神是作為一個海底的角色 他被一個陸地的女人 下來了 下來了 下來了之後 他還是掛著陸地上的男人 但是那個壞女人 經常掛著陸地的男人 如果不是對 有什麼問題 始終很難將這兩件事 parallel 其實就是海底的 我覺得是海裡那種 給海神回憶 那個慘痛的回憶 所以才會發生這個慘劇 最終其實因為海底人 都已經準備 還是冬眠 其實他們已經知道了 其實已經知道了 輪神知道了 輪神知道了 而其他海底人 其實只是 假設這件事 總之 這個世界就快會毀滅 而 住在海底的人 就是被海神揀損的人 他們就有資格 冬眠之後 等這個世界末日結束之後 他們再重新 其實這個故事是這樣的 只配上世界 那些冰和時鐵老鼠 就算是阿光的阿爸 他也是承認是這件事 然後其實 到 輪神最後 就馬上整睡他 那一下 其實擺明是 他真的不知道 其實 阿輪神是為了 想把燈你成為這個制品 平息海神的憤怒 讓這個世界可以繼續封平浪靜 你說回到這件事 大家有沒有留意 他們最初 阿燈你 他說要和陸地結婚 那天 阿輪神阻止他 有個原因 他說了 因為 你這些族人 是要保護他 其實會不會 這個家就是 最初代那個制海女 經常刪去的那件事 沒有 他沒有感覺 可以這樣 但是沒有 他有這樣的想法 最終的故事 其實幾乎 除了千兆之外 那奇妖阿 愛花阿 阿光阿 阿光阿 都捲回 大家 捲回了海神的憤怒 你可以說是 不是阿孫他們 是可以冬眠到你阿孫 他們應該是死 有捲了那麼多的嗎 好像是掉到海 不是捲進去的 總之 四人在裡面 只有千兆在陸地 只有千兆在陸地 對 留在陸地 其實兩個 應該是千兆和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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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 阿 白 你的 , 那個是廚室和阿芳 阿葉原本都能回到上來 但浪又衝一衝 他又被人扔回海 他就是被人捲進去 阿耀是已經拉著船邊 但是那一刻有些 因為石柱剛剛塌了 然後那個開船就立即轉逃 扭軚 然後把他扔回海 所以我就很緊張 最終他是被人捲進去 不需要講到這麼慘 只有兩天就回到上去 想知道的 我覺得直接去看動畫 我的概括就是 最終在這個第一部的故事裏面 只有燈尾被愛花救回來了 其實是代替 第二部的意思是代替的 然後其實阿千笑救了阿芳上來 但是阿耀正要上船那一刻 然後被浪拋走了 然後又捲進去海底裏面 本來他沒事的 很悲哀的這件事 很悲哀的這件事 越看第二部 你越悲哀的這件事 不算的 我又覺得 我女兒教了被人答 不是我 你要這樣看這件事 在第一部裏面 你不需要看第二部 你一定都知道 這部故事 這部故事怎樣去都好 就算阿光握了兩條女兒都好 阿耀都是一定沒有運行的 可不可以 要握了兩條女兒 這件事沒有可能發生的 你說他握了兩條兒子 我還可能相信 這件事是絕對不能成立的 你的故事 那麥樂裏面 他被你看到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很慘 被人定型了 不用的 你們自己看的時候 都覺得 我們看這類型的作品 阿耀的角色就是 無論如何 他喜歡那條女兒 都是不會喜歡她的 當然是說 就是Galot Gang的男二號 即是吃就是男主角吃的 男二號就不能吃的 是這個原因 但我又覺得他不是男主角要 男主角要是阿房 還算連第三都沒有 第三不是阿卡莉的老公嗎 阿仲信 不是 一定不是 阿耀都很重要 不要這樣 他重要在甚麼 不要這樣 很重要 畢竟他都是主角群 你都知道 你不要這樣忽略 至少 你定義為主角群的 至少我們可以由一件事看得出來 就是 OP有出現 每集 後面都會有一張畫 那張畫就會是 他們站在石膊邊 至少沒有他老公 那我就下去了 這件事就可以 主角群是那一堆 不是那一堆 我想起石膊就想起那些年 五條一字牌 他真的存在一幅畫 那你真沒意思 你說本身 第一句故事最終就是 完全不得而知究竟是 誰喜歡誰 你唯一清楚的第一季 說了的就是 阿光喜歡外花 千兆喜歡阿光 阿耀喜歡千兆 阿火不知道 外花都是不知道 外花喜歡誰都是不知道 楊營五公 最後好像有些聖覺 但是還沒說 最後只是說了一句 原諒的道理說 阿啡 這些愛情故事裡面 這句是非常危險 而且涉及有少少奇幻成份 這個危險性就相對會增加 都不知道增加是否簡單 必定發生 第一部故事 其實比較你說 是真是溫情 最主要是燈尾那邊 因為你說主角群那邊 其實我也是會說 太過扭齡了 很多東西 當然你說這些中學生的 first love 這些東西 沒有辦法 摸口飛 叫做所謂的提要美仔 因為他們認識 那四位主角 認識太久了 他也開頭說 一個主題 阿千兆也說 他不希望 他們四個的關係 有任何的變化 永遠都是維持 而大家都是好朋友 這麼邪惡 這傢伙 怎麼會邪惡 每個人都高獨中佬 你選伴侶 不一定在朋友堆裡面有選 除非你的世界 就只有你的朋友堆 你不就跟阿樹玲說 他們的世界真的只有這班人 這個叫做 他們矛盾的地方 就是作為好朋友 他也想你找到 最愛你那個 幸福 或者純粹是找到幸福 不要說幸福 幸不幸福 不知道 老實說 不幸都可能 你猜不到 但你不會希望他不幸 作為一個朋友 你作為個個案 就是你希望 你的好朋友 可以跟他喜歡的人 幸福 幸福不是 幸福不是 香港給你這麼多人結婚 他不就沒有離婚 不是 這個不是等於一個 幸福的代名詞 結婚和喜歡的人 是不一樣的 你怎麼說的 所以個案子來說 現在就是 只不過說 矛盾的地方就是 剛巧就是 兩個都是我的好朋友 叫做他喜歡他 但他又不喜歡我 因為他的心也沒有 不是一個戀人的角度 去看 跟他在一起 其實他又不想破壞這段 朋友的關係 因為他覺得這段 朋友的關係是值得珍惜的 所以其實 矛盾的那個 扭令的地方 其實一直都在這個位 不是 但這些提戶味 反而是會促成了第二步 之後說的事情 反而是 第二步的 是 沒錯 四個裡面 最沒有提戶味的那個 那個是阿耀 不是愛花嗎 阿耀 愛花 愛花是那種提戶味 是 我究竟是喜歡阿黃 還是喜歡阿光 即是他釐清不到自己的感情 他釐清反而是 這種是否一種感情 不要緊 最後他不懂 但是 在一堆人裏面 阿耀的concept 他自己想做的定位 他是很清楚的 很清楚 對他來說 就是 他喜歡獻少 而他叫做什麼呢 在最後東年前 他又希望 我先表白了 即是 無論你接受不接受 我只想你知道 我喜歡你 即是 他是最直接的那個 在整個東西裏面 的concept是最清楚 他很多位都很直接 例如白鴨 光瓣老師 然後他說 你對阿曼勒卡是怎麼看的 很多很多經典名句 直求 你要明白 你要明白 就是在這些愛情戲裏面 一些concept 這麼清楚的人 那一刻要這麼立的 愛情戲裏面 即是一些concept 很清楚的人 他們是 會很清醒地痛苦的 他們是最要求的 其實你很有 潛逐感入他裏面 他只是吐租了 這個是不是太理性的角色 理性大魔王 他真的太理性 其實他 他也沒有去爭取 對他來說 他不同 愛花 或者阿光 或者阿千兆 那種 又想走 又不走 或者走了半步 亦都是怕死 都是退回去 他沒有那種主動性 除了直求之外 因為他是理性主義者 他不可以 對這些感情 當然應該是感性 他是很清楚 他知道 我向了千兆表白之後 我都已經 沒有100% 都90%知道他反應是怎樣的 他被甚麼人 他被自己弄 阿耀的角色 其實這群人裏面 就是說 阿光是作為一個領導人 所有行動都由阿光 而愛花其實是差不多了,提升士氣容 他是不是搞亂你們感情關係 然後其實千兆在一些叫做 方應援 就是支撐一些事件 或者是諮詢人 他那種是很普通的青梅竹馬 比較成熟的少女 無論是新心上 近的是阿耀多 而阿耀的角色就是 阿耀其實是很清楚這三個人 甚至加上他自己這四個人 究竟現在的關係線究竟是什麼 甚至連阿房加入 他都很清楚這條關係線究竟 現在這條部分應該要怎樣走 因為他太清楚這件事 而就是他計算這個質量 當他是一個很合理 他做一個人形不公的美 他看見了前面的眼鏡 很多人都在第一步的美 第二步就有什麼分別 所以他看見後面那個 後面那個女的 不知道 在概念上他覺得 他只是在這班人裏面 但其實他叫做什麼 其實他有少少抽離 最後那個 因為他好像說 這三個人的三個人 其實好像不是很關我 因為我把一條線上 我把第二條線到另一邊 所以變得很清楚 他只不過是說 他好像是三個人 看見了三個人的感情 好像自己一個國外人 帶領自己的觀察者 他的確是像一個觀察者 他到最後甚至到第二步 他都維持一個智者的形象 他是一種花生 他有一種花生美 他如果是智者就不會這樣 不會這樣下場 第一部的故事最主要是 其實你說 阿芳這個角色 我們一直都沒有說阿芳這個角色 阿芳這個角色 其實在第一季裏面 其實真的 他表現不多 不是 其實他應該是有很多 表現的機會 而且其實實際上 他也是在第一部裏 報了伏仙 在第二部裏面說 我反而 阿芳是誰 阿芳是有BB 地面一個男孩 地面一個男孩 第一集最高的 不是那個房 不是 我是看完第一部十三集之後 我最不理解的就是 因為你不知道 首先就是 他一切的東西都是謎 他為什麼對海底世界 這麼有興趣 他和他父母發生了什麼事 為什麼只有阿爺和他一起住 當他開始釐清到 這四個人的關係 當然一部份 他還沒有釐清 其實他也只是保持他很酷的形象 就算他知道就是 千兆喜歡阿光 阿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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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句其實是一樣的 我吃到相 他也不知道阿耀喜歡千兆這件事 他真的不知道嗎 他真的很懷疑 至少在角度來說 他剛巧聽過這件事 他只知道那兩個女角 一個女角一個男角 就是他們喜歡的對象 太明顯了吧 對 所以其實整個故事裡面 他其實是一個謎 在第一部裡面 他完全是一個謎 如果你說阿耀是一個局外者 我反而覺得阿芳才在 阿耀是在感情關係上 他站在一個很 局外的地方 而阿芳那個角色 他真的是一個站在局外 在外面的地方 他完全是看著這幾個人 不知道幹什麼 第一季的 如果你不是對這些所謎 叫做 愛情小品 不叫愛情小品 不叫大時代表 大時代表 你可以說 有馬一直經常提到 無線式的愛情故事 不是韓劇式嗎 韓劇都行 韓劇都行 韓劇有絕症 韓劇有絕症 韓劇 沒有絕症 沒有外星人 沒有外星人 眼睛這麼大 還不叫外星人 世界毀滅 故事裡面其實是 如果不是很喜歡這個特技 當然那些主婦應該都喜歡 這個特技 主婦不會看動畫 不是 主婦是會投訴 那麼小時候談什麼戀愛 投訴 你要先接受到這件事 尤其是第一季的故事 當你未知第二季的故事 其實是幾有想吸回那種衝動的 的確是會 其實我是停了一段時間的 我看完第一季之後 停了一段時間 因為我覺得第一季的步伐 真的慢 因為有一些 我看完第一季 我是覺得 有些走回花開物語的那種套路 我就擔心這套也會這樣 所以我是停了一段時間的 我先回到第二季 看第二季 真的是峰迴路轉 我有過你的巴士 這個問題 所以其實 因為很多時候 就是他們不停 是原地踏步那件事 如果你不是很接受到這類劇情 你是真的會突然 因為 因為 每個禮拜都是做的 我看過什麼 不是啊 我想看那個編修 你讓我編修 那你等他們死 不是啦 就是說這樣 整個第一季 只有他 姐姐和哥哥在一起 所謂的大事件 就是那個海仔失敗了 其他劇情 什麼都沒有 就是這樣 而主角群就是各有私心 基本上 阿光 在這一節還有 結論就是 阿光呢 想和愛花在一起 他就不想 他和阿芳在一起 而 愛花呢 他矛盾 他又不是說 不想和阿芳在一起 我覺得他是 如果愛花是喜歡阿芳 我覺得他會選擇 我會和阿芳走在一起 但其實 對他來說 其實他最後其實 就是他自己 心底裏 你說那個他是誰 阿光 他最想和阿芳 他和愛花可以在一起 這個當然是最好的維修 而叫阿芳死開 這些最典型的就是 我喜歡的人 我想他幸福 哪怕幸福的不是我 而其實 你別說那麼多人名 你別說那麼多人名 都搞不定 我記得這次 我記得這次 我講得很清楚 你這次 我講得很清楚 這次只有五個人 我記得很清楚 第二部有七個 加油 而其實阿芳 阿芳 那個轉捏點是 其實他和阿芳在海底裏 突然之間 起床問阿光 究竟喜歡誰 其實他是希望 阿光兄 你可不可以 你確實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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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芳 他也有個思心 他希望 在正正式式 阿光在面前 說一句 我喜歡愛花 因為他一直沒有直接說 他想千笑死心 這件事情 就是 總之 他就不喜歡你 而我的大門 就永遠為你沾沾 OK 但那件事情 其實 直接問是很殘忍的 對這麼多 對這麼多個人來說 都是很殘忍的 因為阿光 作為人營不公的頭 他沒有這個決定 後面那些人 是不會死到的 是在吃屎的 你叫做現在 阿耀的問題 你可以說他問得直 但問題就是 你現在搞到四個人 都不知道怎樣 可能四個人都和太 他搞到三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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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說他很理性 在一個 在四個人 即是 假設一個問題 在一個四個人都會死的情況之下 我現在最多可能是死兩個 至少有兩個 可以拉天槍在一起 就是 就算 我就算不問這句 你們 都 機會都是四個人 寫在一起 為何我不問這一句 一了八了 一了八了 問題 就在於是這樣 其實 第一部 第一節 討論 就到了這裏 第二節 就是第二部的故事 我們第二節回來